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4月1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的中国财经 今天我们将聚焦上海疫情 以及华为在俄罗斯制裁中的关键作用 欢迎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随着今天上海普西的封锁 而浦东又没有完全解封 上海几乎进入了完全封城模式 3月31日包括无症状感染者在内 上海一共新增了4502例确诊病例 尽管当局称这是近两周以来 上海确诊数字的首度趋缓 但是同时有消息传出 上海医疗系统因为不堪负荷 正在濒临崩溃 周五的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上海市卫健委主任乌金磊表示 自3月28日浦东封锁开始 已经在4天内进行了两次核酸筛查 采样超过1800万人次 两次筛查数据初步显示 阳性减出率有所下降 初步达到预定目标 与此同时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英文版 在周四报道称 有国家卫生部门的匿名人士 向《环球时报》表示 上海医疗保健体系正濒临崩溃 未来几天患病人数将持续增加 上海的浦东国际会展中心 将启用拥有15000张床位的最大检疫设施 收治轻症无症状患者 在上海疫情不退的情况下 疫情也出现了外扩迹象 福建3月31日通报 发现与上海多企关联病例 引发关注 为了遏制疫情的扩散 上海当局宣布 4月2日起离开上海除了必须持有 48小时内的核酸阴性证明之外 还要提供24小时内的抗原快速检查的阴性证明 上海浦东周五凌晨虽然在理论上宣布解封 但是在各种严格的指标要求下 浦东多地仍然实际处于封控状态 上海几乎全市封锁 上海现在不敢放松的一大挑战是 上海拥有全中国最多的老年人口 65岁以上的居民有400万 而老年人是新冠病毒的高风险人群 在上海之前香港爆发的疫情 令中国官员格外警觉 香港每天的新冠死亡人数是全球最多的 而其中绝大多数是没有接种疫苗的老年人 在奥米克戎疫情开始时 香港约有65%的80岁以上的人 没有接种过疫苗 大陆也有类似的问题 中国把重点放在总体接种率上 而不是优先解决老年人和其他弱势群体的疫苗接种率 中国的总体疫苗接种率达到了近88% 但是只有大约一半的80岁以上的老人 完全接种了两剂新冠疫苗 我们可以从这个中国官方数据做出的图表中看到 红色部分 80岁以上的老人有40%完全没有接种过新冠疫苗 10%的老人只接种了一剂疫苗 也就是说两者相加 50%的中国老年人对新冠病毒几乎没有免疫力 如果把年龄层扩大到60岁的话 中国约有5200万60岁以上的人 没有接种过两剂疫苗 而现在政府为年纪较长的人群注射疫苗的努力 面临着很大的障碍 首先许多老年人认为新冠疫苗可能是危险的 当疫苗在2020年底推出的时候 国家只批准为60岁以下的健康人群注射 称原因是缺乏针对老年人和弱势群体的临床试验数据 许多老人因此认为疫苗可能会对身体有害 英国牛津大学的流行病学专家陈正明说 对药物的第一印象非常关键 一旦你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就很难改变 往往需要付出十倍的努力 从那之后对疫苗的各种宣传几乎没有起到任何帮助 同时中国近一年的新冠感染率非常低 死亡病例没有 这也使得疫苗推广工作更加的困难 许多城市从来没有记录过一个新冠病例 这令大多数的老人对新冠病毒的出现没有担心 现在地方政府正在尝试新一轮的策略 让老年人接种疫苗 除了提供食用油和鸡蛋等物质奖励之外 一些地方官员正在动员年轻人 呼吁他们履行孝道 让父母接种疫苗 在北京的一个公园里 最近搭建了两个绿色的帐篷为老百姓接种疫苗 牌子上写着为接受第一针的人提供200元人民币的奖励 但是仍然有路过的老人表示不感兴趣觉得没有好处 有一位上海市民表示 近日他所在的街道也收到接种疫苗的通知 贴在小区的楼道内 疫苗接种的年龄上升至75岁 另外一条消息 俄罗斯在上一次吞并克里米亚受到西方制裁后 总统普京求助于华为重建和升级克里米亚地区的通信基础设施 现在金融时报报道 华为准备在更大范围内帮助普京政府 而华盛顿则威胁要对华为实施更多的制裁 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的电信专家表示 在克里米亚 俄罗斯已经在高度军事化的地区淘汰了西方的电信设备 并且用中国的华为和中心通讯取而代之 现在如果诺基亚和爱立信真的完全退出俄罗斯 莫斯科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中国的公司 尤其是华为 尽管华为手机出货量一度暴跌 但是华为一直是乌克兰战争的早期赢家 根据俄罗斯最大的移动运营商MTS的数据 华为在俄罗斯的手机销量在三月的前两周增长了300% 而其他中国品牌OPPO和VIVO的销量也录得三位数的爆发式增长 华为在俄罗斯的四个研究中心正在招聘数十名高级工程师 其中包括俄罗斯的机器学习科学家 语音识别专家和大数据分析师 自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 华为还在莫斯科增加了新的销售和业务发展机会 专家表示 如果华为和小米等中国科技公司继续向俄罗斯运送手机和电信设备 他们就有可能违反美国的制裁 他们需要华盛顿的批准 因为这些电子设备通常包含高端半导体 或是使用美国技术制造的零部件 华为如果受到美国更多的制裁 将对其业务造成又一次的打击 美国前商务部官员和制裁专家沃尔夫说 从理论上讲 华为有可能在没有美国工具和软件的情况下 想出制造手机或是基站的方法 但是要使用的所有半导体都与美国无关几乎不可能 自从川普的制裁措施切断了华为获得芯片的渠道之后 华为一直在努力摆脱美国的半导体供应链 华为的轮值董事长郭平本周告诉记者 华为在依靠库存的芯片 同时华为正在努力重新设计产品 通过用不太先进的芯片获得同等的性能 来绕过美国的供应链 现在俄罗斯非常需要华为 苹果和三星的退出 让智能手机市场的一半份额备备受瞩目 而爱立信和诺基亚暂停起俄罗斯业务 给宽带和移动网络的基础设施供应商 留下了一个缺口 这些基础设施都需要维护并且最终升级 20多年前 俄罗斯是华为第一个涉足的国外市场 现在对俄罗斯的制裁又加深了双方的关系 与克里米亚一样 当俄罗斯需要一家可靠的公司 来提供其关键骨干时 他选择了华为 分析师表示 华为已经赢得了在俄罗斯推出的 4G和5G网络的大部分合同 华为的机会还可能在于 为俄罗斯的手机可以开发鸿蒙操作系统 俄罗斯手机制造商BQ上周告诉媒体 该公司正在考虑 在新的手机设备上安装鸿蒙系统 但是华为表示 目前暂时没有在中国以外推出或是推广鸿蒙的计划 业内分析师形容 华为现在已经有200斤的制裁压在头上 那么再加20斤又有什么可怕的 不过作为一个商业组织 他们可能会选择暂时观望 华为的轮值主席郭平表示 公司正在仔细评估美国新的制裁措施 并且拒绝回答有关俄罗斯计划的进一步问题 中欧峰会出现了罕见的冲突 欧洲直接向北京施加压力 要求习近平积极协调 结束战争 不要在经济或是军事上援助俄罗斯 欧洲官员将周五的峰会设定为 欧盟与中国关系的一个关键时刻 欧盟明确警告 北京拒绝谴责俄罗斯的入侵 甚至支持俄罗斯 可能对中欧双边关系造成持久的伤害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与李克强总理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谈话 并且与习近平主席进行了不到一个小时的视频通话 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冯德莱恩对记者明确表示 北京没有就其对战争的立场向欧盟做出保证 冯德莱恩说 我们非常明确的交换了相反的观点 中国对俄罗斯有很大的影响 因此我们希望中国承担起结束这场战争的责任 推动俄罗斯走向和平解决问题 冯德莱恩警告 如果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沉默 或者与莫斯科站在一边 他将在欧洲的公众和商业界中 遭受重大的声誉损害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则在中欧峰会尚未结束时 就发布了事先拟定的会议摘要 新华社称 在会议期间 习近平强调中国和欧盟需要就其关系 和包括乌克兰战争在内的重大问题加强沟通 并且表示双方应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为动荡的世界增添稳定因素 习近平还敦促欧盟要形成自己对中国的看法 采取独立的中国政策 并且与中国合作 促进中欧关系的稳定和持续增长 这些言论反映出中国越来越担心 欧洲正在追随美国越来越强硬的对华政策 为了抵挡中美日益紧张的局势 北京正试图挽救与欧盟的关系 以保持欧盟作为美国竞争的缓冲区 中国领导人希望中欧峰会的气氛一切照旧 但是很明显周五的峰会并不如中国所愿 同时中国对乌克兰战争的沉默 也暴露了欧洲原本贸易优先对华政策的局限性 在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执政的16年期间 欧洲的旧对华政策提倡与中国紧密相连 默克尔提倡一种包容的态度 将中国视为宝贵的机会来源和合作伙伴 尽管中国在人权方面经常令人失望 普京发动的乌克兰战争对欧盟来说是一场灾难 因为普京的武力得到了习近平的默许 尽管中国声称自己是中立的 中国将战争归咎于美国 认为美国通过扩大北约联盟 将前苏联卫星国纳入其中 损害了俄罗斯的合法安全利益 欧洲则有充分理由认为北约的扩张 实际上是由那些害怕俄罗斯侵略的小国的需求 所推动的 在中欧峰会之前 中国花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 此次欧洲领导人不会同意举行 以贸易为重点的传统峰会 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的第一个提议是与李克强总理进行在线会议 中国原计划的首选议程 包括签署合作备忘录 并且讨论恢复中欧全面投资协议 这一协议在几乎快要谈成的时候 由于2021年中国对欧洲议会成员实施制裁 导致欧盟宣布冻结这一协议 此后中国一直希望恢复这一协议的谈判 而欧盟则告诉中国 在制裁解除以及对新疆强迫劳动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前 无法恢复谈判 另一个早期的想法是在中欧峰会之前 举行一场拖延已久的高级别人权对话 欧盟外交官员说 中国对进行这些对话的要求很高 中国要求欧盟及其成员国 必须停止支持针对中国侵犯人权的说法 但是这一要求被欧盟所拒绝 另外在原计划中 中国希望通过一系列的文件的签署 来标志中欧峰会的成功 但是这一希望也破灭了 这些协议本来将涉及中欧 在各种海关和贸易规则方面取得的进展 但是欧洲各国政府表示 只要欧盟成员国立陶宛 因为台湾问题继续受到中国的贸易抵制 进一步的中欧贸易进展就不可能发生 而最重要的是 这次中欧峰会被认为是一个传递 有关乌克兰战争态度的机会 欧盟官员表示 峰会前的谈判气氛已经很紧张 欧盟已经事先告知 将会在峰会上警告中国不要帮助俄罗斯 而中国官员则叫欧洲人 不要威胁中国的领导人 一位欧洲驻北京的外交官员说 其实欧洲并不习惯与中国讨论战争与和平 因为中欧的关系一直是建立在贸易和经济基础上 中国官员则对驻北京的欧洲大使说 中国看到欧盟在新老成员之间出现分裂 并且预测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团结也将崩溃 特别是当欧洲面临能源危机 和来自乌克兰的难民潮时 一位欧洲外交官员说 中国正在密切关注欧盟的俄罗斯政策 看我们愿意承受多少痛苦 欧洲正在试图证明它是团结的 并且愿意为此付出代价 他还补充说 这一步赌注很大 要阻止中国未来对台湾可能的攻击 现在就必须证明西方有能力保持团结 另外一些欧洲官员则指出 中国需要欧洲作为一个市场 以及技术和投资的来源 特别是在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处于困境的时候 那么刚刚我们说到欧盟愿意为此付出代价 现在由于制裁俄罗斯 欧洲的确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能源价格和食品价格都在飙升 欧元区的通胀率在三月份再创历史新高 俄罗斯占欧盟进口天然气的40%左右 天然气是欧盟的主要能源 俄罗斯还供应欧盟约四分之一的石油进口 尽管现在石油和天然气供应 仍然继续从俄罗斯流入欧洲 但是市场价格的大幅上涨 反映出对未来供应的担忧 欧盟统计机构今天表示 三月份消费者价格比去年同期高出7.5% 大幅高于2月份的5.9%的通胀率 这是通胀率连续第五个月创下新高 各个国家的数据则表明 目前的通货膨胀率可能还会更高 德国三月份的通胀指标为1981年以来的最高 而西班牙则为198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经济学家表示通胀持续走强 超出所有人的预期 这意味着家庭收入将会受到更大的打击 消费也可能受到更大打击 通货膨胀的大部分是由于能源价格所推动的 能源价格比去年同期已经高出44.7% 而2月份则高出32% 食品价格的通胀也从2月份的增长4.2% 上升到3月份的5% 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小麦的主要出口国 现在通过黑海和其他路线运输小麦发生了困难 以及乌克兰现在正值春季而无法播种 这些因素都推高了全球的食品价格 美国尚未公布3月份的数据 但是2月份的通货膨胀率升至7.9% 为1982年1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 虽然美国的消费者价格上涨速度 与欧元区是一样快 但是美国的工资也在上涨 导致欧元区的人面临更大的实际消费能力的损失 去年底欧洲央行一直指望能源价格下降 来帮助扭转通货膨胀上升的趋势 还指望将通货膨胀率恢复到2% 而今年的乌克兰战争令这些希望完全破灭 欧洲央行的经济学家现在预计 今年通胀率平均为5.1% 而他们此前预测为3.1% 经济学家表示 如果能源价格高于他们的假设 则有可能上涨到7.1% 乌克兰战争还意味着经济增长低于 欧洲央行今年年初的预期 主要是因为高昂的能源和食品账单 将会减少家庭在其他商品和服务上的支出 随着通货膨胀进一步加速 投资者越来越预期 欧洲央行今年将会提高其主要利率 央行上个月表示 其关键利率可能会在一段时间之后上调 此外 欧洲央行现在还有一大担忧就是 更高的能源价格将会推动工人要求更高的工资 而已经面临更高能源成本的企业 为了保持利润将会很难满足更高的工资需求 欧洲过去一年失业率稳步下降 但是工人目前并没有获得更高的加薪 欧洲央行官员强调 他们还可以通过提供更多的刺激措施 而不是收回这些措施来应对战争对经济的影响 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学家莱恩在周四表示 如果能源价格冲击和俄乌战争导致宏观经济前景的显著恶化 我们将会做好充分准备 适当修改我们的货币政策 以上就是今天的华尔街财经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